4月5日星期一白宫表示 预计与伊朗就恢复双方遵守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问题进行间接谈判会很艰难 说美国没有预见到在谈判中会有任何突破 根据了解伊朗会谈将从本星期二开始 伊朗和美国在上周五军表示 他们将在4月6日在维也纳举行间接会谈 这是恢复德黑兰与全球大国之间的核协议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伊朗方面已经排除了面对面的双边讨论的可能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·普莱斯在周一的美日简报会上对记者表示 美国在短期之内没有看到任何进展 但仍对进展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 普莱斯表示 根据伊朗在2015年和六大国即英国 中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和美国达成的协议 美国在当时取消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以换取对伊朗核计划的遏制 使其更难发展核武器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退出该协议 并对伊朗实施了多轮制裁 使得伊朗在等待了一年多之后违反了该协议的核限制 以对美国进行报复 双方间的会谈将于明天进行